雨量计是记录现场雨量 目前土石流防灾警戒基准值 采用降雨强度及累积雨量作为警戒指标 研探雨量是否达到警戒值 适时对土石流高前市地区发布红色及黄色警戒 当土石流沿河道分流而下时 会冲断河道中放置的钢索解枝器 同时启动土石流发生的讯息 这是目前侦测土石流发生最广泛的仪器 当土石流发生时 地生解枝器和侦测土石滚动造成的地表振动讯号 再将讯号分析结果作为判断土石流发生的参考依据 超音波水位剂 则是借由发射超音波量测水位高度 水位资料可用于土石流流量参数的推估 提供未来整治工程规划的参考 透过红外线摄影机的镜头 可忠实记录土石流发生的动态过程 近年来水土保持局更积极投入影像自动化判施技术的研究 透过自动化系统快速了解土石流灾害发生时的特征资讯 提供防灾决策参考 土石流观测站是借由先进的量测仪器和高效率的通讯传输系统 进行土石流前世溪流现场动态的及时观测 在豪雨及台风来袭期间 土石流观测站的各项设备 进行全天候的现地及时资料搜集工作 利用卫星通讯传输方式 克服地形与天候的限制 将现地资料立即传回到水土保持局 土石流防灾应变系统 再以网际网络及时展示 提供各级防灾单位决策警戒之一具